川普在這個推文中說 先解決貿易問題 再解決朝鮮問題 這是不是就是一種做法 是不是他實際上現在想把貿易跟朝鮮問題切割開來 既可以說切割 恰恰說明是放在一起 因為這個中共是把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了 中共看到美國跟中美之間有貿易糾紛了 有貿易戰了 這個有貿易談判了 中共就想邊打邊談 其中要加大自己的籌碼 其中一個就是朝鮮牌 所以這個中共是把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的 中共當然不承認 但是美國本來是想把這兩件事分開 但是現在看到中共這麼做之後 其實美國的做法也是把它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有個先後順序 原來是美國希望盡快解決朝鮮問題 會盡快解決中美貿易問題 現在看來都不容易 中共那邊號稱要打持久戰 其實川普這邊也說了持久戰 沒關係 都打持久 而且川普是按部就班的30億 500億 2000億 5000億 是按部就班的部署 聽證會一個接一個的推行 到一定時候就投入這個貿易戰 這裡的邏輯在哪裡呢 就有先有後 川普的聰明就在這裡 如果說我把那個朝鮮問題 中共要打朝鮮牌 那我就恰恰把朝鮮問題放一放 往後放一放 中共就打不成 你要怎麼打呢 你叫朝鮮重新跳高嗎 重新搞核時報 重新搞導彈發射 重新威脅關島 如果金正真的這麼幹 那就太傻了 那就把他6月12號 新加坡的峰會的所有的國際信譽一掃而空 那以後再也沒有什麼國際信譽可言 那接下來結果就是滅頂之災 說金正恩不可能那麼傻 他要跳高 他也只跳了半高 不可能像以前那麼跳高 所以這是一個 第二個 這個說美國敢把它放一放 拖一拖沒關係 如果拖一拖 召集的是金正恩 召集的是朝鮮方面 就跟上一回一樣 6月12號之前 美國一說取消金正恩反而召集了 所以回過頭來看中共這邊 如果美國說我先解決中美貿易問題 再解決那個朝核問題 就成了中共就必須來面對美國 然後美國就集中精力 別的事情都放放 甚至我伊朗問題 土耳其問題我都可以放放 我就集中對付中共 而中共號稱呢 我要對付你的七中選舉 要干擾你的七中選舉 要干涉你的農業州等等 然後我怎麼樣 所以美國就集中精力來對付中共 而中共號稱持久戰 事實上這個打下去 當進入十字經的2000億5000億 中共根本打不起持久戰 這個有什麼持久戰可言呢 2000億出來 5000億出來就是個事實 市場就會發生轉換 別的國家的商品就會踢不進來 而中國的商品有高關稅 高成本就會被踢住出局 墨西哥的 東南亞的這些國家的商品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川普是非常精明的 把中朝實際上都長期化了 打持久戰 都是持久戰 互相不矛盾 如果說中國認為中朝貿易戰是持久戰 好 那行沒關係 美國奉陪 因為美國經濟在上升 中國經濟在下降 奉陪得起 同樣道理 美朝之間解決朝合問題 也可以持久戰 看誰拖得起誰 所以這兩個持久戰一打之後 中共反而會傻眼 所以恰恰在證明了 川普又出了一擊高招 命中了中共的命脈 如果說這樣再打下去的話 中共是不是能夠很有效地把朝鮮做一張牌來打 中共它不會輕易放棄朝鮮 比如說現在川普的戰略是說 我先解決中美貿易問題 再解決朝核問題 那中共肯定不幹 它還是想去慫恿朝鮮鬧事 它肯定不會停 不能說川普說的就好 中共就停下來了 中共一定會到朝鮮去搗軌 繼續鼓動朝鮮 但是中共怎麼做呢 它唯一的做法就是給朝鮮大量的進攻 就是繼續違背 違反聯合國決議 然後這個進攻就是中共由於中美的貿易戰 中國的經濟已經困難了 不斷的下滑 各方面股市 匯市都在崩盤 然後企業困難加劇 債務深化 然後整個經濟都是下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共本身經濟已經不行了 但是要背負起朝鮮這個負擔 因為你要朝鮮幫你來扮演一個角色 對美國叫板 繼續打朝鮮牌 迫使美國去正面 正視這個朝鮮問題的存在的話 那麼中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也要中共付出的是雙重代價 一方面自己的經濟大滑坡的代價 另一個要把朝鮮背起來給它這個大進攻 進攻這個交錢 這麼一個代價 而且要背負一個國際民生違反聯合國決議 作為一個安理會常政的領事國 所以中共來說可以說是得不償失 但中共這個政權往往只是為政權而生存 他不管中國人民 說把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往哪撒 什麼一帶一路也好 朝鮮往哪撒 那是他決定 中國人民根本就沒有發言權 也沒有什麼公聽會 不像美國做任何一個重大決策的一個公眾聽證會 就貿易戰一樣 中共那邊貿易方面也沒有公聽會 對朝鮮的援助也沒有公聽會 一帶一路也沒有公聽會 完全是由一黨專政說了算 然後由高層幾個人說了算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這兩個問題一脈相承 朝核問題跟中美的貿易戰問題都一脈相承 其實都是中共不守規則 違背規則 在朝核問題上違背聯合國規則 作為聯合國成員國 安理會常任領事國 直接違背聯合國決議 在中美貿易戰上 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從來不履行入室承諾 從來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 從來就破壞這個規則 當川普面對這兩件事實際面對一件事 就是面對中共不遵守規則 要把中共強迫它回到國際的規則軌道上來 不能用中共破壞了國際規則 在朝鮮它破壞的是國際政治規則 國際政治秩序 在中美貿易上破壞的是國際經濟秩序 中共的性質是一樣的 川普的任務也是一樣的 川普兩手打也好 分開先後打也好 打的都是中共的死去 就是你要不遵守規則 那麼你迎接的就是大滑坡 大衰退 甚至富亡 你要是回到規則上來 那麼你勉強可以成文明世界的一員 或者接近文明世界的一員 這就是中共面對的一個選擇